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外 影片在北美的票房也节级高升 首周三天单评票房挺进前三 获多成酷映 12月20日 影片首次曝光草原女民兵删减片段 防华工作日斩获近6500万 北美单评票房挺进前三逢小肝芳华 自上映以来就高歌猛进 票房一路飘红 不仅走出逆跌曲线 五天累计票房高达4.49亿 还连续两天在工作日取得单日票房近6500万的罕见成绩 这一现象也让行业人士赞不绝口 直言 在竞争激烈的贺岁党 即使是绝大多数口碑家 知名度高的进口片 也极少做到这样 此外 芳华在北美地区的表现也十分抢眼 同样走出逆跌曲线 首周三天单评票房 在北美全部上映影片中排名第三 或多成酷映 让人惊艳的不仅是影片的票房成绩 还有电影开始时呢 顿仪器和成的舞蹈 很多观众看完留言导师 赞叹逢小刚超高的场面调度能力 那段群舞真是让人印象深刻 意犹未尽 12月20日 片方特意应观众需求 首次曝光草原女民兵删减片段中 视频中一群正值青春活力的女兵横向月马 英姿萨爽 不仅让年轻人感受到富贵的风采 也让年长者看到自己的经历 有一位观众感慨道 开头的舞蹈一出现 妈妈就告诉我 这是草原女民兵 妈妈以前是三个零五之一的女战士 然后她跟着电影里的音乐哼唱着 我会留意她的表情 那是饱含泪光笑容 芳华称网络热词 人为什么要善良 引热意影片自公影以来话题讨论量不断增加 芳华一词更是称为网络热词 几度登上网络热门话题榜单 据微信指数显示 芳华相关热词的微信搜索量高达2.3亿 位居全网第一 影片中一代人的青春过往 在触发观众落泪的同时 也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 例如 有人替刘峰一生的遭遇表示惋惜 不平 有人则认为 刘峰顺踪内心 与他人相比更为知足 不可谓不幸福 在众多话题的讨论中 观众对电影中的善良 有着深刻的理解 其中那一句不悖 善待的人最能识别善良 也最能真实善良 也成为名句 值得一提的是 一篇名为 人为什么要善良 这是我听我最好的答案的文章 一度称为报文 或众多情感大V 自发转载 此外 网友也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 不管好人有没有好报 我们都会做好人 不是为了回报 而因为那是对的事 不管环境如何变化 我们都 要坚持做善良的事 电影《芳华》由冯小刚指导 严格林编剧 黄轩 苗苗 钟楚希 杨采玉 李小峰 王天辰 王可如 隋元等主演 芳华正在全国各大原线火热上映中 本文来源 网易娱乐 责任编辑 杜家月 NK6020 分享 在香港日读 月游恒被告深夜会烂昧 酒店过夜疑似出轨 疑似妻子早知情日前 月云崩前往上海工作 被拍到晚间与有人前往夜总会消遣 据爆料 一行人从夜总会出来时 月游恒与年轻辣妹 前往酒店 当街搂抱十分亲密 随后共度冲销 到第二天才离开 看了月游恒一次出轨照片 有的网友表示不敢相信 现在让我们看看月游恒 被告深夜会烂昧的像 观报道 月游恒被告深夜会烂昧 酒店过夜疑似出轨据悉 月云崩当天晚上去夜总会玩耍 回来回到酒店 助理和工作人员悉数离开 摄影师等到凌晨四点 突然看见月游恒坐电梯下来 一位一直在电梯旁等待着的蜡美 随后跟着进了电梯 两人虽然没有说话 但是这一个出来接一个 跟着走的剧情 难免让人想入飞飞 月游恒被告深夜会烂 妹 酒店过夜一次出轨 摄影师爆料 这位辣妹已经在酒店等候多时 在等待的过程中 竟然还和摄影师聊起了天 辣妹问摄影师 是不是觉得她像外威女 摄影师连相信欲只能说不像 并和她一起痛斥了不赶紧下来接她 让她遭遇尴尬的男子 摄影师一直苦等到第二天 也没有看见月云鹏和神秘美女在出现 月云鹏和郑敏是患难夫妻 小月月在北 经打拼的时候与郑敏相识相爱 彼时小月月还是德云舍的一个小演员 月云鹏的妻子郑敏 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职业是某医院的一位护士 在2011年4月26日 两人修成正果 月游恒在郭家菜与郑敏举办婚礼 彼时郭德纲与千岛德云舍大佬纷纷出席 彼时两人一同出现在机场的时候 郑敏拿着行李 月云邦紧随在 后还被网友批评 不心疼媳妇 而郑敏随后就在微博上喊我乐意 两口子恩爱满满 两人结婚已经六年 被粉丝们说越长越有夫妻相 而在杭州的造物节时 两口子更是连妹现身 还遭到了粉丝们的围堵 彼时两人只要一有空就手拉手 现在小月月却爆出了这样的事 简直在看到这些照片满满都是讽刺 妻子郑敏似乎早就知情 已经开始在给自己减压 微博按照学马伊犁和谢信芳 忘记坏的挑选最美好的记忆 选择宽容与原浪月圆朋友吗